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651集 天气热得人心发慌 这人却穿着厚厚的熬衣 看样子像是得了寒症 生日无端 即使四名绝色家人站在眼前 也无法令他心动 龙王的女人 他说 除了嘴唇微微息动 脸部肌肉就像石刻铁柱一般僵硬 他的确无法心动 间隙的声音和无须的下巴 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了他的身份 原本剑拔弩张的四个人互相望了一眼 同处险境 让他们暂时放下纷争 上官如挺身而出 你是德义楼弟子 楼都没了 哪还来的弟子 上官如知道自己没有认错 唯一让他感到奇怪的是 这名德义楼弟子 孤家寡人 另一位与之相似的供修者 没有现身 站在他身后充当护卫的 是那名小月堂弟子 你们不都是一顿一顿的吗 那个人呢 死了 刚进入草原就得了重病 不过和别人一样 他的死 得算在龙王头上 关龙王什么事 徐燕威探头问道 听说对方是德义楼的人 他不那么害怕了 想当初 自己还去那里算过命呢 他杀死彭仙人 令德义楼瓦解 是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 所以得算在他头上 江脸气息微弱 一句本应该充满恨意的话 他说起来却有其无力 好像所作所为 都是迫不得已 徐燕威愣了一下 不明白其中的前后关联 但他知道一件事 好吧 就算你恨人王 找他报仇就是了 抓几个不会武功的女人 算什么 江脸摇摇头 仅仅 杀死龙王不算报仇 他杀死我所爱之人 我要一报还一报 德义楼位于望城巷 那里藏无纳垢 连徐燕威也不想戏问 皱着眉头 既然这样 你先把我放了吧 龙王不爱我 我也不爱龙王 面对其他三女的处事 许燕威理直气壮 总得说二十说吧 我跟龙王甚至没见过几次面 小凤差也抢着说道 我男人是碧玉城北城的孟明树 你肯定知道他 放了我 多少钱他都出得起 他谨慎地隐瞒自己 很有钱的事实 剩下上官儒与居王后 沉默半上 最后还是上官儒开口 我是独步王的女儿 跟龙王是仇人 我还是乡妻之国的家头 小燕之请来的客人 只有居王后 昂首冷脸 既不求饶 也不多说什么 徐燕威暗自叹气 知道王后 宁死也不会当众承认 她与龙王的夫妻关系 名存失望 将脸胸膛起伏 呼吸沉重 似乎已经被说服 开口时去说 这都不重要 龙王在意你们就行了 就像那些死去的 德义楼弟子 未必就把我放在心上 可我还是要为他们报仇 居王后哼了一声 终于肯说话 何女呢 你怎么没有把她抓来 她才是龙王最在意的人 江脸深厚的 小叶堂弟子说 徐众师恨龙王入骨 虚语为疑 不过是为了自己报仇 德义楼已经病入小叶堂 我们执行的都是 御众师的命令 我不相信 上官如向前迈出一步 何女不会做这种 卑鄙的事情 江脸即使笑的时候 脸部肌肉也像风干腊肉一样 呵呵呵 卑鄙 我喜欢这个词 可惜我想不出 更卑鄙的手段来 只好先让和尚们占占便宜 至于御众师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管不到你们这些人 但他提供了名单 帮了我一个大忙 所以忘掉他吧 你们的命运操纵在我的手里 小凤差越听越是一头雾水 对何女这个名字 他只有隐约的印象 知道是一名女杀手 龙王的贴身护卫 跟自己似乎没见过面 婷婷 先把我的事情说清楚 有种诗 何女什么的 怎么会帮我加在名单里 你们肯定搞错了 小约堂弟子哼了一声 哼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冒为 当年你在碧玉城色又浪王 在床上扭来扭去的丑态 以为没人看到吗 小凤差目瞪口呆 第一 想不到如此隐秘的事情 怎么会被人看到 他可是在龙王离开之后 才轻薄自禁的 第二 他是妓女 所有不成做出那些动作 好比书法大驾 无法当众现意 私下无人时 挥号泼墨 无非是自娱自乐 怎么也会遭人嫉妒 许言为撇撇嘴 想要开口又强行忍住 小凤差迅速调整情绪 不理睬另外三个女人的目光 好吧 既然你看到了 就该知道龙王没有接受我 他心里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更不用说在意我了 不在意你 龙君的部分钱财 现在还有你经手吧 那是生意 小凤差想不明白 世上怎么会有 如此不讲理的人 他与龙王是达成过 输送金银的协议 中断一年 逍遥海决战之后 得以恢复 但他没见过龙王 与他沟通的是徐小义 有一会儿没开口的江莲 打断两人的争辩 这也不重要 你对龙王有用就足够了 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 龙王保护不了他的女人 谈话就此结束 四人被押回帐篷 小凤差平生第一次火冒三丈 莫名其妙遭到绑架不说 自己一身天下无双的魅术 竟然无从施展 只有那名无族轻重的军官 冲他眉来眼去 许颜为也很生气 因为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替龙王照顾女人 而且对和女一向客客气气 竟然也被列入名单 疯子 真是疯子 亏我以前对他那么好 菊王后一直低头想着心事 突然抬头问上官如 你也觉得有问题吧 是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就像我说的 和你疯了 许颜为没听明白 这两人的意思 肖凤差 脸著怒火 也想明白了 是啊 僵尸连把咱们叫去 就说了这么点事 好像没有必要啊 他不只是为了报仇 有小月堂弟子监督 他有话没说出口 菊王后虽然年轻 这两年见识 却迅速增长 极擅长察言观色 只是说话时 仍看着上官如 而不是肖凤差 许颜为拍拍胸口 长出一口气 还好还好 可他想要什么呢 要色 我可以为了大家 牺牲一次 要钱 我可没有 肖凤差 那就得看你的了 他是阉人 要什么色啊 我看他也不耗钱财 得一流都是怪人 想要的东西 必定也很怪 肖凤差左右看了看 压低声音 想要什么 他总会再找咱们的 用不着担心 倒是这些和尚 得小心提防 和尚们看上去 都很老实 盘坐在铺团上 闭目入定 偶尔有人眼睛一睁 立刻又闭上 许颜为太清楚不过 那一闪而过的目光里 蕴藏着什么 心中不由的 也跟着忐忑起来 说实话 两三个和尚我能接受 可是这么多人 你们可不能把我一个人 往火坑里推呀 没人推你 肖凤差转向法言 用敬佩的语气说 有这位大和尚在 咱们都没危险 你那个什么经 是不是可以再念一遍 防坏于未然 效果会更好吧 发言摇摇摇头 效果只会越来越差 有些人可能会由此断掉恶念 有些人恐怕适得其反 断职论反而会将他们 仅有的一点修行毁掉 若有其他办法 最好不要用到刺激 发言是在回答 肖凤差的问题 上官如却觉得这些话 像是对自己说的 连轻一遇而起 大声说 我保护你们 谁敢靠近 我打落他的牙 这句威胁很有力 几名频繁张眼的和尚 很长时间 没敢再偷窥 肖凤差却见识过 这位强盗和尚的定力 鄙夷的说 要是你自己失去理智呢 谁来打落你的牙齿 连轻脸上一红 我不是不合 让他们无从下手 肖凤差不怎么相信他 许颜巍却连识颜色 是以他不要得罪 主动效力的靠山 居完后 没经历过那次贤情 也没有许颜巍观察男人的经验 所以是四女当中最不害怕的 招手让上官红过来 和尚们知道我的身份吗 知道 我告诉他们了 上官红恭敬地回道 再告诉他们 等我返回故国 会兴建一座 逍遥海最大的寺庙 欢迎他们前去享受供养 住持之职 也对他们虚伪以待 上官红领命去传话 巨王后冷傲地还事一圈 表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肖凤差满面笑容 不愧是王后 出手阔绰 我们这些平民女子就是比不了 不过一座寺庙可能不够 这些和尚一旦吃了催行药 个个跟恶狼猛火一般 只怕对供养什么的不感兴趣 王后殿下 你不如许诺一家妓院更能打动人心 巨王后脸色微变 扭过头去 仍然拒绝与肖凤差直接说话 上官如没参与到他们的谈话 觉得心里似乎憋了一股气 跪坐在法言对面 又武功高得很 又有助人的心意 为什么甘愿留在监牢里 眼看着敌人出招呢 法言的微笑永远不会改变 目光直透人心 你不也甘愿留在监牢 坐等奇迹发生 上官如心中一颤 满夫的语言顿时化为灰烟 对他来说 监牢不是这顶帐篷 而是整个世界 许颜薇听不懂两人的话 看到上官如脸色微变 心生爱护 上前说道 什么监牢不监牢的 这么一个破地方 可挡不住如小姐 和尚 你若有本事 就帮小姐恢复功力 让她像鸟一样飞出去 将来龙王和那群女兵 把咱们全救出来 许颜薇随口一说 巨王后跟萧凤柴 却同时低呼一声妙计 然后忽视一眼 都对这一次巧合的默契 感到意外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652集 四个女人眼下最需要的 是一个商量计划的隐秘地点 帐篷里 可没有这种神奇的角落 唯一的选择 就只能是外面那间 简陋的茅厕 于是 许颜薇进到里面 三人排在外面 捏着鼻子 商量了好一会儿 回到帐篷时 全都憋得脸色苍白 令众僧尼 颇感不安 以为食物中 又出现问题 莲青知道 他们在策划逃亡 所以期待地 看着上官如 希望能够参与其中 许颜薇却先向他 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 你过的 东西也会那么臭 他们不是清心寡欲 天天吃素吗 莲青震惊了 半赏说不出话来 如果他还是强盗 倒是可以轻松地 回答这个问题 或者蛮横地骂一句 或者下流地讲笑话 但他现在是出家人 必须严肃地看待问题 想了想 挠挠头 在自己所看过的 经典当中 似乎没有与之 类似地问答 于是他说 你不知道 和尚的更丑 许颜薇抬手 在鼻子面前 删了几下 再对一刻中也不行 咱们这就动手吧 莲青又吃了一惊 这就动手啊 你们 四个女人当中 三个不会武功 一个武力尽尸 莲青怎么也想不出 他们怎么能逃出去 可他只能当一名旁观者 居王后叫来上官红 和尚们肯听话吗 肯听话 他们都很敬仰殿下 说殿下 发愿弘扬佛法 乃是大有功德的壮举 居王后 从众僧尼的眼神中 已经看出一次敬意 在上官红这里 只是想得到确认 顺便让其他三女 都能听到 好 如今我在落难 最需要佛法的安慰 希望他们能念经给我听 声音越大越好 这个要求很容易达成 僧人们平时无事 都要默默念经 何况有王后钦点 只是选哪一部经书 费了一些周折 最后还是苦灭作主 众僧其宋 唯魔洁净 莲青先是不屑 但看到师父法言从重 他也坐下 声音必须都大 居王后双手合十 也跟着小声念诵 这一招很好用 佛祖很快帮他 实现了真实目的 军官冲起来 大声指导 吵吵吵 白养你们这些兔驴 米饭钱 购买你们一样多的 上等马匹 还不给老子安静去 大半夜念经 找死骂 宋经声稍有减弱 没一会儿又高昂起来 众僧受困已久 身感屈辱 发现经常之声 能让看守心烦 反而更起劲了 军官抬腿 刚要踢人 上官如走上前去 我要见这里的管事人 军官收住脚 歇眼看人 我就是 怎么 想跟我单独聊聊 我那顶帐篷 比这里舒服多了 我要见得意流的人 军官愣了一下 你是说长生法师 他有哪功夫啊 见你啊 乖乖跟我走吧 军官笑嘻嘻地伸手 来抓上官如的胳膊 与众僧跪坐在一起的 上官红 突然窜出 一把将军官按刀 顺势拔出背刀 架在对方的脖子上 上官红真不想救 同父异母的妹妹 这是王后的命令 不敢不从 别乱来 军官大叫 僧人们一看 事情闹大了 全都被嘴 纷纷让开 这回我们能见 那个长生法师了吧 上官如虽然不喜欢杀人 小小抱负粗俗地军官一下 还是很高兴的 敢动我一根寒毛 你们 我们还是我们 老寒王和长生法师 会为了一名小小的牢头 杀人吗 军官一时欲色 再开口时 语气软了下来 长生法师不入在这里 我上哪去找 那是你的事 实在不行 你派人去传话 扶你了 想传句话 早说嘛 先把刀挪开行不行 上官红看了王后一眼 刀没动 我们有几个要求 第一 男女有别 僧尼各异 不能关在一起 我们要单独的帐篷 上官如还没有说出 第二个要求 许颜威强证说 帐篷里得有床 躺在地上我睡不着 能得洗澡 又换洗衣物 我快脏死了 萧凤差抬袖闻了一闻 一脸的厌恶 我要最少一名侍女 居王后身边倒是有两个人 可上官红是阉人 多有不便 许颜威名义上是仆 地位跟主人差不多 顶多扶扶她 其他事情都不会做 把外面的毛厕收拾干净 帐篷里要有夜壶 许颜威补充道 死女泥一言我一语 已经分不清条数了 一名女泥受到鼓励 也小声说道 要一把扇子吧 大家轮流用 天气太热了 军官听得晕头转向 一条也没记住 频频点头 行 我去传话 放了我吧 你是人质 不能放 叫你首先的人去传话 这是军官最丢人的一刻 冲起来十几名士兵 既惊诧又觉得好笑 这些僧人向来很老实 几乎不用看管 使得他们粗心大意 谁也没想到四个女人一到 会立刻惹出事来 军官坐在地上 冷着脸 命令士兵去向长生法师提要求 直到他立身呵斥 才有一名聪明些的士兵 明白他的意思 忙不迭应试 离开帐篷 双方陷入对峙 居王后请众僧继续念经 反畅又起 只是声音小了许多 连青小声问 这就是你们的计划 等着瞧 上官如小声回答 待会要是有意外 你帮不帮忙 连青看了一眼师父 点点头 需要他帮忙的时候 很快来到 那名士兵根本没有去寻找长生法师 邀请帐外的四名同伴 偷偷转到帐篷后面 用利刃划出开口 一拥而上 打算抢回人质 连青忍耐多日 终于得到宣泄机会 总算记着自己是出家人 出手不算太狠 仍将闯入者打得满地滚爬 帐篷门口的士兵 还没有来得及出手配合 女人手里又多了几名人质 监狱骚动无法化解 士兵们只能向上司报告 后半夜 来了一位贵族军官 非常客气 先是对男女同求的做法 以及建牢的环境 表示震惊与意外 声称这完全不是老寒王的本意 然后 认真记下女人们繁琐的要求 表示会尽量满足 事后大家会觉得 这场要求改善条件的反抗行动 惊险万分 当时更多的是平淡无奇 士兵们只尝试了一次救人 之后就再也没有采取其他手段 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对峙于等待 最后 上官红甚至把刀从军官脖子上挪开 除了军官担心自己的前途 铁青着脸不肯说话 就连背负的小兵也加入闲聊 和尚力气真大 这是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凌晨时分 贵族军官返回 满足了四名女人绝大多数要求 她们可以拥有一顶帐篷 女泥另分一顶 和尚们还要关在一起 茅测以后每天会有人收拾 洗澡水三天供应一次 耗测的军官也被调离 换上一名尊佛靖道的头目 这是一次不小的胜利 四个女人之间的互信增加不少 居王后甚至肯直接与萧凤筛说话 可她单独要一名侍女的要求 没能实现 军官只派来一名粗食婆子 王后绝不愿意让她碰自己一下 胜利也更让他们坚信 那个所谓的长生法师 也就是德义楼的僵尸脸 必然另有所图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想法 谁都不肯说出来 只是漫无边界的猜来猜去 长生法师是夜里来的 这时几个女人已经洗过澡 换上新衣服 心情舒畅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条件 他们都愿意接受 僵尸脸仍然穿着厚厚的衣裳 说话有其无力 这回她身边没有小距离弟子 可以有话直说 你们是狱种师点名要抓的人 我不能放你们走 她先给谈判定下一条底线 你不用放人 但也不要害人 在饭里下催情药 逼和尚们破戒什么的 都是你的厨艺吧 许颜为气哼哼地说 这是妄成像里常用的招数 长生法师不否认 也没觉得太过分 我不会再用 你们可以放心吃饭喝水 私女互望一眼 还是许颜为开口 你也不用隐藏 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好了 我们可能同意 也可能不同意 长生法师的目光 扫来扫去 最后落在 上官儒身上 你有五道神功前七章 接着看向居王后 你有第八章和第九章 你倒是什么都知道 居王后冷冷地说 那两章经文 是她最重要的资本之一 轻易不会交给任何人 至于你们两个啊 长生法师看看 萧凤柴和许颜为 暂时没有用处 许颜为柳眉到处 刚想说自己用处很大 又及时闭上嘴巴 我要你们两人的 五道神功 就拿这个来交换 居王后指着简陋的帐篷 十分不屑 我不能放人 但可以泄露消息 长生法师的暗示 已经很明显了 居王后心中一动 却不由自主地 看了尚冠儒一眼 想听听她怎么回答 我们要考虑一下 长生法师 没想马上得到神功 她向帐外退去 我不着急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这要不是放人 我都能做到 几人一时 还真想不到 更多的要求了 尚冠儒突然兴致大发 说 送一坛好酒来 她需要大醉一场 然后再想办法 恢复功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653集 龙王从不喝酒 看着尚冠儒一人喝掉 小半坛酒 居王后冷冷地说出这句话 却已经起不到伤人的效果 酒的味道辛辣粗利 居王后不喝 许言为宇萧凤差 潜引几口之后 也都放弃 尚冠儒一边吐着舌头 一边抱怨不尽兴 他正喝到完美的阶段 似醉非醉 清醒到可以感受一切美好 麻木到对居王后的伤人话 一笑置之 尚冠儒独自抱着酒坛 走进原来的大帐篷 现在这里住着的只有和尚 闻到酒味 却都惊慌失措地避让 他静止走到两名 斯蒂加兰僧人面前 和尚可有酒性 法言的笑意比平时更浓些 廉青却连连白手 双手藏在袖口里 推着尚冠儒往外走 胡闹 真是胡闹 你猜多大呀 这身酒味 出了帐篷 廉青和时行礼 叹了口气 唉 小姑娘豪爽 值得一叫 这要是从前 唉 你可别再来了 我你这身酒味 送我十年道 咦 你出家不是才两三年吗 山关如的头脑还算清醒 师父说我有慧根 前世出家当过十年和尚 所以 唉 阿弥陀佛 你这是什么酒啊 山关如哈哈笑着离开 保住廉青前身的十年修行 可他现在特别不想一个人喝酒 更不想回帐里 听居王后的冷言冷语 拨着酒坛原地转了一圈 向士兵的帐篷走去 半路上 从站在望楼上的弓箭手大声喊道 下来喝酒吧 十几只箭矢对准他 士兵们 你瞧我 我瞅你 谁也不肯第一个放箭 帐篷里正休息的士兵听到声音 全都走出来 看着半醉的小姑娘 无不哑然失笑 上关如也笑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喝醉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请大家喝酒 士兵们都看着新来的头目 新头目是唯一没笑的人 将住友囚犯的吉顶帐篷挨个打量一遍 你再玩什么把戏 谁也不准过去 当心有诈 上关如放声大笑 双手唾起酒坛 长饮一大口 然后说道 都说草原男儿逢酒必饮 你们可真是令人失望 他一个小姑娘 有士兵开始不服气了 难道他还能把咱们全灌嘴 更多士兵跃跃欲试 头目哼了一声 转身的回帐篷 七八名士兵围上来 每人都从怀中 腰带腾出 掏出一只木碗来 笑嘻嘻地看着上关如 有点不太好意思 上关如挨着碗里倒酒 最后将酒坛举在耳边晃了晃 笑道 糟了 就深一点了 看来是没办法进兴了 士兵们却不在意 一人手先喝光 砸嘴说道 好酒 有酒同享 想喝便喝 就这样才进兴 众人同时举碗捧坛 一言而尽 上关如扔掉酒坛 身子已经有点摇晃了 算我欠你们的 以后一定不上 我们也一定要回请 囚犯与看守之间的小小酒宴 眼看就结束 头目从帐篷里走出来 双臂各夹着一只酒坛 比上关如带来的大了足足有一圈 冷着脸说 北厅人可没这么小气 要回请就是现在 就两小的站远一点 别让小姑娘瞧不起 没人承认自己酒量小 头目命人拿出干净的碗来 宾主双方就站在庭院里喝酒 开始时 气氛比较沉闷 各自两碗酒下肚 士兵们迅速达到与上关如同样的境界 有说有笑 甚至唱歌跳舞 有酒没肉 好比 好比 一名士兵想不出下面的词 上关如接口道 好比 骏马没有好安 烈士没有宝剑 美人没有庄联 帝王没有大臣 将军没有士兵 还好比 娘们没有汉子 说出这句话的士兵 身上同时挨了五圈六角 还得忍痛 去向附近的营地要肉 禁区里的监狱是一片区域 共有大大小小的营地 施育处 关押着不少犯人 上关如所在的这一处 已经是条件最好的地方 药肉的士兵 很快完成任务 带回来一条牛腿 和四条羊腿 都已经顿熟 凉吃正好 还有四名好奇的士兵 也跟了过来 众人都是手手 迅速地用长枪 搭起一座简易的架子 将五条肉挂在上面 拿出小刀搁着吃 上关如吃了一点 大部分时间还是喝酒 守在望楼上的士兵不干了 要求头目一视同仁 轮流警戒 轮流喝酒 于是院子里的宴会 越发热闹起来 上关如不记得自己 跟多少人碰过完 也不记得自己 说过什么 听过什么 总之 他觉得很开心 因为每个人 都对他很友好 他们是看守于囚犯 也是主人于宾客 无所谓忠诚 也就无所谓背叛 两坛酒 很快喝光 去借酒的人 又带回来更多的士兵 到了半夜 小一小的营地里 已经聚集了八九十人 后来的人 甚至不知道酒宴因何而起 看到人群中 像男子一样喝酒的小姑娘 全都一愣 只需要一碗酒下毒 就将他当成了知己好友 营地从前的军官 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也抱着一小谈酒 好热闹啊 算我一个 他是听说有酒有肉才来的 没想到会看到上官儒 也愣了一下 随后笑道 原来你靠这个调调啊 早说呀 来 陪我喝几碗 上官儒已经醉得迷迷糊糊了 好一会儿才认出眼前的人试水 指着他说 你不好 欺负女人 不是草原男儿 满营的酒徒 兴致更高 光是几块牛羊肉 已经满足不了胃口 精力旺盛的正准备互相打架 上官儒的话 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军官的手正伸到一半 发现周围的人目光不对 急忙退后参谱 别老了啊 你们想以下犯上吧 营地里的新头目击出人群 吐着酒气说 一个只会欺负女人 连骑马都不稳当的马屁精 你算什么伤啊 今天我就要犯一犯 军官的脸白了 突然转身 没命地向营地大门跑去 一只剑嗖地从耳边擦过 他被当成了逃犯 随后屁股上挨了一脚 上官儒没有看到全部过程 他摔倒了 却没有完全睡着 耳边传来令人欣喜地喧闹 好像许多人正热情地 冲他劝酒 再来一碗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只觉得头痛欲裂 浑身酸软 好像整个人已经被撕成碎片 然后由记忆粗糙的工匠 勉强粘合在一起 我死了吗 差点 一个气哼哼地声音说 上官儒终于认出眼前的人是谁 这是哪儿啊 还能是哪儿 老地方呗 许元威没好气地说 手里拿着圈帕 仔细地替如小姐擦拭额头 还是关押和尚的大帐帽 上官儒躺在锦里面 头枕着许元威的腿 五步之外 做着含笑的法言 和面带重庆之色的莲青 咱们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 上官儒想要坐起来 被许元威按住 还问 你醉的人事不行 要不是我 你被一群北京男人踩死都不知道 哪哪都不肯收留你 还好这两个和尚心善 否则 你就得跟臭男人睡在一起 传出去 可怎么得了 现在给我老老实实地躺一会儿 亏你还是小姐呢 比楼人笑 在石包里 没见你这么能喝酒啊 山官儒吐舌都笑了笑 闭上眼睛 没一会儿又睡了过去 踏踏实实 没有喧闹 也没有噩梦 许元威低头看着那张 精致的好似玉雕的脸孔 手上的动作更温柔了 突然想 自己没跟龙王发生关系 还真是幸运 瞧他的几个女人 没有一个幸福 甚至算不得正常 上官儒一觉 睡到下午才重新醒来 感觉好了许多 法言与廉青 接受他的感谢 另一群和尚 对他却怒目而视 以帐篷的酒味 估计两三天都消散不了 昨晚那场临时兴起的酒宴 带来的影响可不小 一出帐篷 上官儒就发现 营地里的士兵特别多 许多人鼻精脸肿地 冲着他笑 却不敢开口 其他营地里的人 怎么也留下了 上官儒感到很奇怪 许延危扶着小姐 恨不得在他身上打两下 怕他们泄密呗 你也真行光过着喝酒 也不找个人帮着传递消息 龙王要是知道咱们在这里 肯定立刻赶来救人 上官儒敲着自己的脑袋 真笨 我把这件事全给忘了 那名曾经与私女谈判的年轻贵族军官走过来 身后跟着两名吃香士兵 上官教头 请你跟我走一趟 许延危挡在前面 像一只身材娇小的好斗瓷鸟 干什么啊 告诉你敢碰小姐一下 龙王会把你的心肺掏出来喂狗 贵族军官笑了笑 我可不敢碰你家小姐 不用龙王出手 这里的士兵就能把我打个半死 昨晚那个人这辈子都走不动路了 许延危亲眼目睹那件事 稍稍让开 上官儒却没有多少印象 盯着贵族军官看了一会儿 昨晚咱们一块喝过酒吧 贵族军官的脸有点红 喝了两碗 切 许延危可不允许如小姐上男人的当 连完酒就把你醉得跟疯子一样 我就是从他手里把你抢回来的 贵族军官的脸更红了 上官儒却笑出声来 觉得当时的场景肯定很有意思 这一趟走得并不远 就在营地另一顶帐篷里 士兵退出 许延危却坚决不敢离开 贵族军官也没有强迫 我叫阿哲巴 希望你们不要接受长生法事的任何要求 我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六百五十四集 阿哲巴来自一个小部落 出身于少处 不受北亭失望控制的家族之一 按惯例 他从十六岁起加入老韩王的近视军 服役八年之后 被委派到禁区监狱担任百夫长 官职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只是从此远离权力核心 算是遭到了贬折 没有牢固的靠山 不善于权贵打交道 小贵族在龙庭几乎没有出头之日 阿哲巴在监狱任职已经有一年 再有一年 他就可以结束一期返回部落 由于没在龙庭混出名堂来 即使在自己的家族中 前途也很暗淡 阿哲巴不愿就此沉沦 他结交了一批朋友 都是缺少背景的年轻人 对龙庭贵族圈的不公正 感同身受 并且对草原的未来忧心忡忡 除了一心争夺韩威的王爷 他们是极少数敢于议论 并批评老韩王的人 他已经老了 关心长生和女人 甚于整个国家 北厅需要一位年轻的领袖 有活力 有能力打破桑梏 这是他们的核心观念 石王当中最年轻的夸日王 却没有得到他们的效忠 夸日王只是表面年轻 内心跟那些老头子一样 摔袖不堪 于是 这群年轻人选出自己的领袖 王子多顿 严格来说 他们并没有一个 完整清晰的计划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理解与能力 为多顿效劳 由于直辈未低 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引起 任何势力的注意 阿卓霸被上官儒打动了 觉得以后 他有可能成为王子的重要注意 一开始 他只是一名莫名其妙 被抓来的美貌女子 虽然顶着香妻之国女王的名头 却像是来自强者的恩宠 直到昨晚的酒宴 中途赶来的阿卓霸 突然发现 这位醉得东岛西外的小姑娘 天生具有引人注目的灵修气质 她能得到香妻之国 并非偶然 于是 那一千名驻扎在龙亭的女兵 以及遥远国度的更多女兵 不再是只可观赏的花卉 而是带赐的武器 香妻之国的女射手 曾经帮助龙王打败金鹏军 这件事实 经过众口相传 跋山涉水 到达龙亭之后 已经成为荒诞不羁的传言 阿卓霸从上官儒身上 看到传言当中 隐藏的真实性 她讲述了自己这个小团体 对形式的看法 以及未来的理想 谨慎地没有提起任何名字 尤其是多顿 最后她说 法师是草原上最大的一群害虫之一 如果任由他们操控老汉王 背挺离王国不远 我不知道她想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 但我不想让她得逞 一场消遣姐们的酒 喝出这样的结果 上官儒意想不到 她现在仍有眩晕感 所以没有马上回应对方的好意 许言威却瞪大了眼睛 她没有听到别的 救人两个字却清清楚楚 我们更不想让僵尸连得逞 说实话 你真能救我们出去 办法总会有的 那还不简单 你把消息传给龙王 自然有人救我们出去 到时候功劳都算你的 阿哲巴苦笑摇头 早一天 这还有可能 现在整个监狱区都被封锁 出了营地 至少还有两道绕不过去的关卡 我没办法传递消息 而且 就算是龙王 想从这里救人恐怕也不容易吧 她总有办法 上官如随口回道 突然发现自己被抓以来 从未感到恐慌 其实是对她 怀有深厚的信心 从欢奴到龙王 她已经救过他很多次 阿哲巴低头咳了两声 其实我另有办法 把这件事情上报给老韩王 堂堂北庭 怎么能做劫持贵客这种事情 老韩王肯定会释放你们 还会严惩长生法事 你刚说过 法师控制老韩王 你敢保证 绑架不是老韩王的意思 许烟伟问道 不只是法师 还有小月堂 他们怎么会跟法师 畅活在一起 上官如接着问道 阿哲巴哪个也回答不了 陈阴片刻 总之 我会救你们出去 在此之前 我会尽量让你们 过得舒服一点 不管长生法事要什么 希望你们不要交给他 放心吧 许烟伟站在上官如身前 我们知道分寸 也知道谁好谁坏 你想让我们过得舒服一点 就再分两顶帐篷 弄点 脂粉来 阿哲巴告辞之后 许烟伟舒的转身 这小子心怀鬼胎 如小姐 你可别上当 他能有什么鬼胎 上官如对许烟伟的警惕 感到好笑 他 他爱上你了 许烟伟虎视眈眈 好像这全是如小姐的错 上官如笑了笑 这算什么鬼胎 有人爱也不是坏事 许烟伟的眼睛 睁得不能再大了 你可是千金小姐 怎么能说这种话 还有龙王 龙王怎么样 难道 他还有权利干涉别人爱不爱我 许烟伟 目瞪口呆 伸手在上官如额头上摸了一下 说几话来口无遮拦 连我都替你脸红 以后你还是戒酒吧 就算龙王管不着你 你还有一个死去的丈夫 许烟伟及时闭嘴 上官如兴致尽消 向外走去 戒什么都行 就是不能戒酒 人生苦短 能喝就喝 但求自由自在 咦 我一直觉得你挺洒脱的 今天怎么 像是老祖母 上官如笑着离去 剩下许烟伟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纳闷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 都怪龙王 他小声嘀咕了一句 要不是替龙王看着这几个女人 他才是自由自在的人 居王后和萧凤差 各自背过脸去 都假装对方不存在 上官如与许言为一签以后走进来 才让这顶帐篷从沉闷中苏醒过来 咱们要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上官如环视散女 身上再无半分罪态 萧凤差差异地看着他 咱们不是说好了 等你恢复功力逃出去向龙王报信 然后龙王再把大家都救出来 那样不保险 就算我能逃出去 长生法师和小约堂也会把你们转移 而且龙王在这里势单力薄 想救人并不容易 我的意思是 咱们自己想办法 要逃一起逃 上官如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 光这个想法 就让另外三个人感到惊恐不安 我不会武功 跑都跑不快 许颜薇不自觉地用上了从前的手段 声音娇若无力 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 这里是龙厅禁区 外面全是士兵一箭射来 小红柴打了个喊着 近在眼前的男人他不怕 离得太远就难以应付了 两人委婉地提出反对 居完后却意外地表示同意 上官如说得对 不能全指望着龙王 他来龙厅是为了结成联盟 轻易不会得罪子弟的权贵 与其给他添麻烦 不如咱们自己想办法 龙王已经得罪了许多人 上官如没有提起这些事 能有什么办法 我听人说了 外面就是草原 离人烟聚集的地方 至少有半日路程 还得是骑马 近区边缘有骑兵巡视 连兔子都跑不出去 许颜薇提出许多困难 上官如露出胸有成竹的微笑 听人说 你听谁说的 我听何尚 许颜薇本想随口撒谎 半路又改了主意 你都能跟一大群男人喝酒 还不允许我跟人家 说几句话吗 居王后没能掩饰出 心中的厌恶 向后退了一步 与不良女子保持界限 如果手中掌握权力 她第一件事 就是把许颜薇 从身边撵走 这个小女人不仅出身低贱 还不忠诚 一见到从前的小姐 就忘了现在的王后 萧凤差却向前走出一步 显得很兴奋 没错 咱们不会武功 可并非一无是处 长生法师不阴不阳 但这里的看守都是男人 对付他们 不正是咱们的优势吗 许颜薇恍然大悟 对呀 这里的男人 很好对付的 看她一眼就能让她俯首天儿 就有一点不对 柔小姐 这个主意怎么能是你想出来的 明明该是我和凤差姐姐的主意嘛 居王后的脸色更不好了 甚至后悔同意上官如的提议 别拉上我 让这些男人多看我一眼 都是亵渎 一想到要利用自己的魅力 小凤差连眼神都变了 妩媚地瞥了一眼居王后 放心吧 您是王后殿下 怎么能做这种低贱的事情 交给我和燕薇妹妹 殿下就坐在这里 等龙王风风光光地把你接出去 居王后哼了一声 发现自己正在陷入孤立 人怒没有开口 要逃一起逃 对谁也不能抛下不管 上官如定下规矩 居王后迅速调整心态 她已经遭到孤立 再这样矜持下去 连高贵的身份都会被遗忘 如果要自行越狱 她才应该是当主无愧的首领 好吧 许妍威和萧凤差负责 跟男人打交道 问清周围情况越详细越好 山官如最好想办法恢复武功 如果可以的话 再跟看守喝几次酒也没关系 殿下扳指了 小女子怎敢不从 看萧凤差的样子 她一点也没有从命的意思 居王后昂首说道 我也不会闲着 长生法师有我对付 她不是想让无道神空吗 我会给她一份 让她放松警惕 她直指自己的心口 我这里藏着好几份呢 上官如也有计划 她的确需要恢复武功 她想 四地加兰的老和尚 或许会帮上忙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655集 禁区监狱营地 跟整个龙亭一样 暗计迁移 因此涉事简陋 犯人大都是因为某种原因 惹得老韩王不高兴的臣民 随时都可能获得宽幼 所以看管的并不严格 除非上司特意交代 很少用枷锁一类的兴趣 离开帐篷很容易 如果疏通的好 甚至可以去别的营地探亲访友 想要借机逃亡 却难上加难 环绕整片监狱区 每隔十里都有骑兵据点 一直延伸到三五十里以外 养着嗅觉灵敏的猛犬 一旦发现犯人逃亡 立刻展开全面搜捕 按照北庭的惯例 逃亡是死罪 结局是直接射杀 许言为心惊胆战 看守门说 还从来没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过 萧凤差负责与新头目沟通 咱们这座营地最奇怪 包括和尚尼姑在内都没有罪名 说送来就送来了 官吏们从来不过问 都是长生法师在下达命令 长生法师又来过一次 居王后与之进行激烈地讨价还价 没有得出结果 却让对方觉得这四个女人 根本没想到逃跑 上官如希望恢复功力 却有点困难 法言听他描述 因陀罗香的大致情形之后 连连摇头 你的内功是被药物封住的 若是贸然失旧 可能会令你永远失去功力 但他 交给上官如一套简单的运功心法 他不能令你恢复功力 也不能强身健体 却可以凝神静心 一种药物太久不解 对你终归会有些损伤 他或许可以避免这种情形 两人说话的时候 几名和尚不顾廉亲的怒事 远远地听着 当法言传授新法时 也不回避 听得更认真了 法言并不压低声音 反而说 这套新法并非不传之谜 由原者皆可修行 作为一套佛门新法 他对打错的功夫有一定要求 上官如曾经跟莲花法师学习断职论 顺便也学过一些基本功 因此入门很快 正如法言所说 这套新法简单易行 却没有多少用处 上官如练过几天之后 丹田里还是没有半点内力 在这些天 贵族军官阿哲巴信守诺言 想尽办法利用从前 在近视军中的关系 向老韩王说明真相 营地看守 从上到下 也都喜欢上官如的豪爽 帮忙疏通 最后得到的反馈 却令人失望 老韩王早就知道 禁区监狱里 关着四名女人 阿哲巴的努力 适得其反 王公里传出命令 任何再敢议论 这四名女囚的人 杀无扯 而且会株连家族与部落 就算对上官如的印象再好 也没几个人敢于提供帮助了 阿哲巴深感愧疚 躲在帐篷里 好几天没敢见他 逃亡计划一时陷入困境 这下可好 原来以为老韩王不知情 看守们还愿意帮忙 现在他们都不敢跟我说话了 许言为最先气馁 还是得向龙王传递消息 居王后曾说 不给龙王添麻烦 现在改了主意 老韩王要求所有人保密 说明他也知道 这件事做得了一亏 龙王不需要闯赢救人 只要公开此事 老韩王十有八九会放人 将责任推给某人 然后声称自己不知情 即使是在看守们 与上官如一起喝酒的时候 想达成这个目标也不容易 居王后看看上官如 那个叫阿哲巴的军官 似乎有些人脉 如小姐要是能说服他 我试试吧 上官如不太有信心 对北庭士兵了解的越多 他越发现这些人对老韩王 怀有极深的敬畏 阿哲巴也不例外 他虽然偶尔流露出几句微词 都是那种忠诚者才会说出的正言 关键是 他现在根本见不到阿哲巴 事情发生转机 是在上官如被俘的第七天下午 莲青慌慌张张地跑来 将居王后吓了一跳 立刻将许燕威拉到自己身前阻拦 师父生病了 病得不轻 看守不管 小姑娘 教头 女王 你跟他们熟 让他们请个郎中过来吧 而且师父想见你一面 上官如与许燕威先去见营地头目 头目表示很为难 最后经不住许燕威的几队 同意找一名郎中来 两人随后去大帐篷探望法颜 法颜的脸上仍然挂着笑容 可是脸色极为暗淡 双唇发紫 眼中不满血丝 这让他显得极为苍老 一点也不像得到的高僧 几名和尚站在一边风言风语 高僧原济必有异想 你瞧这位 异想不少 可是没一样正常 佛祖我是不好骗的 平时能掩饰 临死的时候就都暴露了 莲青跪在师父面前 眼寒热泪 目光不离半寸 甚至没去反驳众僧的讥讽 上官如心中一惊 法师中毒了 莲青连连摇头 不可能 师父已经四五天没见识了 之前我们吃的东西都一样 不可能他中毒我没事 法言声音微弱 语气仍跟从前一样从容 似乎每一个字都有深意 你来了 上官如贵坐在铺团上 我来了 和尚得的可不是病 莲青一时慌乱 此刻也明白过来 师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暗害你 是不是 告诉我是谁 我替你报仇 傻屯儿 恩是虚幻 仇意如此 我让你放弃杀凶之仇 怎么能让你再替我报仇 可是 可是 莲青哽咽 再也说不出话来 你且出去 我要跟女施主说几句话 莲青十分不情愿 可是失命难违 只得站起身 对满账的和尚说道 不想吃拳头的 都给我出去 众僧不动 莲青低吼一声 挥拳冲过去 三十来名和尚 立刻跑到一多半 只有苦灭自食身份 与几名弟子纹色不动 老子这一世的修行还不多 毁掉就毁掉了 莲青 牙子欲裂 看样就算杀人也不在乎 苦灭后退半步 声音略微发颤 对莲青身后的法言说 四地加兰的高僧 就这么蛮横吗 法言说话困难 联系几口气再说 莲青 不可惊扰众位师兄 莲青恶狠狠地 瞪了苦灭一眼 大步走出帐篷 守在门口 不准其他人进入 上官如低声问 是德义楼弟子 是 也不是 法言回道 许颜为周围说 老和尚 你都这样了 就别打鸡风了 我既无意报仇 打伤我的人 自然也不重要 那是一个多月以前 我跟他比武 输得心服口服 可我不能交出那件东西 只能承诺留在狱中 不得允许永不离开 上官如回头瞧了一眼 苦灭等人 用极小的声音问 什么东西 须弥借此动心咒 上官如一愣 可是在识过 我把他送给了两个年轻人 顾身为与和女 得到这本内功心法 几乎不费摧毁之力 正是有了她 才奠定三功合一的基础 上官如在与 龙王书信往来时 知道这件事 以为和尚对此毫不在意 法言比武战败 受了其中的内伤 本以为能够自行调养 没想到一个月之后 还是发作 而且来势凶猛 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 因此尽可能 简短地说明情况 龙王与和女 善念未免 东西咒对他们有好处 有些人 有些人迷途难返 东西咒只会助咒为虐 东西咒就像断志论 上官如又惊又习 这本是他内心的期望 没想到老和尚 竟然不成不响的代劳了 法言摇摇头 东西咒没有能力改变人心 断志论也不能 他的效果只是暂时大 你知道大绝建经吧 上官如点点头 他还知道龙王与和女 把这本书叫四人经 我有一个猜测 大绝建经或许是他们两人入魔的部分原因 所以我想用动心咒 抵消建经的影响 真的可以吗 上官如热气地几乎忘了法言的重病 我不知道 这只是猜测 可惜 我看不到了 以后的事情 只能交给你 交给我 法言脸上的笑容 突然变得苦涩 我跟连心连华一样 明知道人心难测 还是执着于改造人心 终究不能逃出客救 上官如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倒是十分希望 能让一切人都放弃仇恨于冷酷 尤其是龙王 法言有一会儿没说话 笑容看上去有些僵硬 许颜卫小声说 他是不是过去了 苦面与三名弟子凑近 高僧说什么了 留给你什么东西 法言突然吐出一口气 随后从枯瘦的胸膛里 发出一阵低音 声音不大 却充盈耳内 像水银一样从头顶 留到侥幸 令文者既觉舒畅 又赶沉重 上官如猛然惊醒 发现许颜卫 苦灭等人神情呆滞 虽然站立不动 却好像已经失去知觉 对面的法言则大汗淋漓 即将灯窟尤尽 时间刚刚好 法言已经没办法维持笑容 你 上官如惊恶地甚至有些恐惧 他觉得自己只晕过去一瞬间 怎么也想不到和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把功力传给了我 我没办法让你恢复功力 只能将自己的功力给你 很抱歉 你原来的功力 永远也无法恢复了 上官如目瞪口呆 他并不在乎原来的舞蹈神功 只是觉得老和尚的做法 匪夷所思 答应我一件事 法言显得有些急迫 法师请说 大学见经能让人入魔 也能让人成佛 把他 把他 法言似乎无力说下去 把他送给斯蒂加兰的高僧 上官如不太理解死人经 能让人成佛的意思 但他知道 许多人对这套剑法感兴趣 和尚或许也不例外 把他毁掉 法言长出一口气 终于将话说完 有无形的人不需要他 没有无形的人 只会用他作恶 我很高兴 自己活着的时候 没有看到这本经书 成佛即是我的贪念 我也无法抵御他的影响 我会尽力 可是龙王宇和女 经文已经深刻在这两人的脑中 上官如没办法除掉 法言决定将人生中 最后一段时间用来忏悔 直到万事皆空的时候 他才知道 自己的欲望 并不比凡夫俗子少 只是方向不同 他看着杀心尽消的上官如 相信选择没有错 他几天前 交给上官如的心法 虽然不是内功 却是接受内功的前提 从那时起 法言就已经做出决定 他不能将功力传给徒弟 莲青虽然忠诚可信 杀心仍存 增强内功 只会诱使他报仇 上官如也看着老和尚 觉得自己已经明白 对方的意思 如果须米介子动心咒 在龙王宇和女身上 起不到效果 想要彻底毁掉死人情 就只有一个办法 他最不愿意选择的办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精 作者 兵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656集 姗姗来迟的郎中 没能派上用场 只是提醒营地头目 快些烧掉尸体 老和尚的死状 可有点不正常 的确 法言真的是油尽灯窟 本就枯瘦的身躯 干别地向去骷髅 苦灭等人 都被这一景象下的 魂飞魄散 逃出帐篷不停念经 万分后悔没有 乖乖听话早点出来 这几名僧人 没感觉到自己的晕迷 只觉得眨眼的功夫 法言就变了模样 许燕威也吓坏了 拽着上官儒就跑 夜晚降临 从大帐篷里 传出低沉的饭唱 上官儒喜欢这声音 却无法止住 心中的混乱 他开始怀疑 自己对法言 临死前的暗示 是否理解正确 法言向来反对一切杀戮 为何却要以杀戮 终结死人精 上官儒觉得自己 可能想的太多 就算法言真有此意 也用不着实施 他跟老和尚一样 凭借某种直觉 相信龙王与何女 并非不可救药的魔头 最为关键的是 上官儒根本不是 那两人的对手 法言功力深厚 传到上官儒体内 最多只有十十七八 虽然远远超过 上官儒原来的舞蹈神功 却还没有到顶尖水平 而且不能马上使用 上官儒能清晰地感觉到 丹田内有一颗硬核 每运功一个大周天 硬核就会融化一点 成为真气 照他的国际 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完成 他现在只能释出 一两成功力 即使最后功力圆满 上官儒也不是 死人精的对手 一个没有杀心的人 面对两个杀气 遍布毛孔的人 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法言给了他内功 也给了他一个 无法完成的任务 上官儒摇摇头 暂时抛掉心中的负担 嘴中苦涩 又怀念起美酒来 夜已深 另外三个女人正在熟睡 巨王后翻来覆去 似乎在梦中 也要抱怨条件的恶劣 上官儒 翘翘走出帐篷 他找不到美酒 只好用另一种方式 缓解郁闷之情 重新恢复飞檐走壁的能力 是上官儒最高兴的一件事 以至于对刚刚死去的法言 有些愧疚 一两成功力 足够他施展四五成的性功 他很谨慎 没有惊动营内的看守 跃出外围奸诈 离开了防守不严的监狱 虽然不是很甘心 上官儒还是承认 穆老头的说法 武功的确能让一个人 变得自由 他绕着整个监狱区 逗了一个大大的圈子 查看地形 然后准备原路返回 他要遵守诺言 带着那三个女人 一块逃出去 营地里鬼鬼祟祟的 走出一个人 上官儒的第一反应 是不要多管闲事 可是那人的光头 让他改变了主意 接着微弱的月光 上官儒认出 那人是 大帐篷里的苦灭和尚 苦灭也是犯人 怎么能够随便走出营地 他根本没想到 附近会有监视 脚步轻轻 显然对路径很熟 七扭八拐 来到监狱区 最小的一座营地 也是唯一一个 空闲的营地 长生法师 已经等了一会儿 虽然面无表情 陈默本身就已表示了不耐烦 法炎 死了 苦灭显得有些胆怯 我知道 长生法师对这个消息 显然不感兴趣 什么也没留下 苦灭的声音在发颤 是你出的主意 把和尚们都关在一起 是你向我保证 能劝说法炎 交出须米界神功 法炎很狡猾 我还以为你会更狡猾 是 这个我知道了 法炎将神功偷偷给了香气之国的女人 嗯 女人好对付 这要使点手段 不怕她不交出来 你觉得我这几天来毫无作为 是因为心善吗 不用特别的手段 苦灭抬手擦了擦额上的汗珠 就像第一天 用点催情药 法炎一死 睡也挡不住药效 另想办法吧 这招不能用了 为什么 苦灭大吃一惊 跟你无关 去接近那几个女人 假装帮她们逃亡 骗她们交出须米界和舞蹈书 做不到 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苦灭像一条打架腹上的野狗 弯着腰 亮亮呛呛地跑掉 长生法师裹了裹厚厚厚的嗷衣 半天没动 女人 她像是在喃喃自语 不可预测 一个人影从她身后的帐篷里走出来 咱们要永远受那个女人的控制吗 她喜欢躲在阴影里 就让咱们躲在她的阴影里吧 她想让天下大乱 这对咱们也是一个机会 她到底要怎么对待龙王的女人 把她们抓起来 却又不允许惩罚 少做猜测 不管她如何选择 都是在原地转圈 跟你我没多少关系 龙王又杀死六名嫁人 唉 只剩下六个了 得一楼就快不存在了 长生法师转过身 声音中罕见地流露出一丝激动 最后可能只会剩下你一个人 你有准备吗 有 你的武功会越来越强 当你杀死龙王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她 彭仙人永远不死 当你杀死那个女人的时候 告诉她 得一楼无论怎样分裂 都是一个人 我回答 人影扶着长生法师 向帐篷里走去 上官如心中生出一股寒意 他认得后出来的人是野马 诡异的是 声音都来自于长生法师一个人 他也知道 他们谈论的女人是何女 死掉六个还剩六个 原来野马已经加入得一楼 成为长生法师的供修者 他们投靠小月堂 却又定下计划要杀死何女 上官如前为自己的帐篷 将另外三人一一退行 我有一个逃出监狱的计划 下一个晚上就执行 居王后立刻清醒 你能保证安全 小凤差坚定地相信石公子 不管别人怎样 我跟你走 许颜伟打着哈欠 下一个晚上啊 你先让我睡一会儿吧 上官如的计划 是装成尼姑离开监狱 次日一早 居王后带着许颜伟 上官红 亲自拜访另一顶帐篷里的尼姑 倾听他们讲法 许愿供养 经过这次见面 尼姑对王后的尊敬 达到谄媚的地步 萧凤差略是手腕 使得营地头目 掏出腰牌大肆炫耀 有了这个 在龙庭随便行走 就算进王宫也没问题 去掉画中的水分 萧凤差敢保证 这枚腰牌会很惯用 盗窃腰牌的事情 最后还是要由上官如进行 但没告诉三女 自己已经重新拥有功力 只说受过相关训练 肯定没问题 居王后与萧凤差忙碌的同时 上官如也没闲着 这天上午 法言的遗体就在营地里火化 参见的人没有多少 上官如是其中唯一的女子 连青跪地痛哭 苦灭摇头叹息 上官如本以为苦灭会借机向自己示好 只请长生法师交代给她的任务 结果她甚至没有正眼瞧她一眼 火化结束 上官如才明白苦灭的全盘计划 几名僧人告辞 连青站起身 希望能在于尽中找到师父的舍粒子 结果只翻出几块焦黑的骨头 珍藏于怀中 然后向上官如核实行礼 求女施主慈悲 高僧这是何意 我不是高僧 看不破恩怨 求女施主告诉我打赏师父的是谁 我要报仇 上官如摇摇头 法言不希望报仇 他什么都没告诉我 其实他心里已经猜测到下手的人是谁 法言武功高强 正常比武 极少有人能令他受伤 只有不择手段的杀手 才可能偷袭成功 得以留住人当众 唯独野马能担此任 上官如没有说出自己的猜测 因为这不符合法言的意愿 连青低头想了一会 我总能找出来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师父临终前 是不是交给你什么东西 或者告诉你一些秘密 上官如马上明白 连青这是在替苦灭问话 连青背叛了师父 上官如很快醒悟 连青没有背叛的必要 他只是遭到了利用 苦灭很清楚自己不可能迅速取得四个女人的信任 所以用复仇的念头说服连青 等连青拿到神功 他再想办法抢到手 啊 你师父的确给了我一点东西 上官如故意做出犹豫的语气 他没有说谎 只是法言给他的东西 没办法转交给任何人 我知道师父不想让我增强武功 可是想报仇就得凭武力 能打上师父的人必是高手 所以连青扑通跪下 低头不语 他对自己的请求感到羞愧 却相信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上官如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最后说 我不能随便交出法言高桑的遗物 不过 如果你能想办法把我们几个人救出去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重要的秘密 连青眼睛一亮 站起身 师父缘机 我也没必要再留在这里 你等我想个办法 把你们都救出去 想办法的人是苦面 他会设下一个圈套 等四个女人自以为安全 交出秘密之后 再将他们抓回监狱 上官如只想利用这个圈套的前半程 后半程 他要执行自己的计划 一切按部就班 上官如突然想起龙王 不知道他在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有更好的主意 傍晚 连青的办法还没想出来 接连发生几件事 打乱了上官如的计划 又有两个女人被送入营地 闹出不小的动静 几天不露面的阿舟爸 也偏偏在这个时候冒出来 声称自己有办法救人 但只能救一个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657集 罗宁查的愤怒 压过了恐惧 这是他在龙亭 第二次遭到绑架了 待遇比一次还差 甚至没有人告诉他原因 摘掉头套 解开被覆双手的一瞬间 他还处于彷徨无措的阶段 很快 他瞪起眼睛 四处寻找能够发现怒火的对象 四个陌生的女人 不对 有一个 两个 是自己认识的 罗宁查在上官如与 许彦威之间扫了两眼 既没打招呼 也没有问自己被抓的原因 而是恶狠狠地对许彦威说 你这个叛徒 还敢回来见我 许彦威曾经服侍 罗宁查很长时间 这一生威胁 立刻让他回到那段 难以忍受的时光 罗宁查虽然喜欢他 有时甚至依赖他 发脾气的时候 可是一点也不手软 罗宁查在两名熟人当中 选择最弱的一个 当撒起对象 许彦威则要在三个女人当中 选择最强的一个 当保护者 上官如居王后 萧凤差 许彦威的目光一晃而过 一半出于直觉 一半源于判断 他跳到上官如身后 像是一只遭到追逐的小兔子 罗宁查两步迈到上官如面前 怒目而视 把丫鬟还给我 八嫂 干嘛发这么大脾气 你跟上官怒都不是施宝的人了 还叫什么八嫂 让开 罗宁查有本事只用一句话 就让对方心声憎恶 上官如笑了几声 好吧 咱们没有任何关系 罗宁查 这里不是你的地盘 你可没权利让任何人让开 罗宁查一机灵 恍然想起自己是被绑架来的 你 是你绑架我 因为你嫉妒 他指着上官如 惊恐地步步后退 正撞上一个人 一个神情冷漠的女子 上官如等人认得 这是小月堂弟子 罗宁查却是第一次见到绑架者的真容 吓了一跳 心中盛起一股蛮勇 扬手欲打 你也是龙王勾到的野女人 在他反应过来之前 小月堂弟子已经扬手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 冷冷地说 这是御仲师送给你的 第二个巴掌 这是翠女送给你的 第三个巴掌 这是我送给你的 我叫韩琴 琴菜的琴 三声翠响之后是一片安静 韩琴转身出仗 留下罗宁查 慢慢接受着骑士大辱 同时在脑子里 寻思谁是御仲师 谁是翠女 他想起来了 御仲师不就是那个曾经刺杀过自己的 可恨和女吗 翠女则是又哑又瞎的丫鬟 已经死了好久了 罗宁查心中一颤 他怕鬼 可是当众挨打的羞辱物 渐渐占据上风 他捂着脸哭了起来 先是无业 很快升级为嚎啕大哭 他是谁 居王后继惊讶又不满地问道 罗宁查那一句龙王的野女人 让他非常恼火 这明明是他才有权利发出的质问 上官如鱼 许言威都不吱声 萧凤差已经猜出这是谁 哼了一声 哼 碧玉城第一美女 金鹏宝的八少奶奶罗宁查骂 碧玉城 金鹏宝 这都是龙王从前的句点 居王后心中一斗丛生 罗宁查越哭越伤心 出生以来的委屈一起涌上心头 立刻让他觉得自己是天下最无辜 最凄惨的女人 他终于博得许言威的同情 许言威想起这位前主人对自己算是高看一眼 即使动手也不下死手 于是从上官如身后绕出来 掏出金帕递给罗宁查 小姐别哭了 想办法逃出去才是正事 罗宁查右手抢过金帕 左手顺势在许言威脸上打了一巴掌 同样响亮 小人 叛徒 迈住求荣 许言威捂着脸 退到一边 对另外几人苦笑道 就是这样 居王后冷傲地扭过脸去 算是惩罚许言威刚才选错了主人 许言威常态一声 她早就担心和女会将罗宁查抓来 没想到噩梦终成现实 场景比她想象得还要尴尬 就差一位了 她笑声嘀咕着 加上和女龙王的女人就兜权了 看那个白脸小子怎么应对 念及此 许言威信礼平衡了一些 罗宁查止住哭泣 目光扫了一遍 最后还是落在上官如身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你绑架我吗 不是啊 上官如的气还没消 又感到不值得跟这个女人一般见识 于是缓和语气 咱们都是被和女绑架来的 和女 她不是龙王的护卫吗 干嘛 罗宁查突然警惕起来 你们跟龙王是什么关系 别人都不吱声 居王后却再也无法忍受被忽视 昂然说道 我是龙王唯一的王后 反倒是你 和女为什么绑架你 我跟罗 罗宁查及时收声 她才没有那么笨 将秘密四处宣传 从前是主仆 现在是盟友 和女绑架我 是因为我杀了一个不忠诚的仆人 那大概是她的朋友吧 居王后脸色阴沉 主仆两个字刺痛了她 罗宁查暧昧的语气 更让她怒火中烧 龙王原来在外面如此风流 对自己却避之唯恐不及 许言威只好硬着头皮打破冷场 把她算进来吧 居王后与萧凤差看样子 都没有多少热情 上官如勉强点头 先问问她愿不愿意 罗宁查已经明白她们的意图 急忙说道 愿意愿意 讨出去之后 我先找和女报仇 再给你们每个人一大笔奖赏 更没人喜欢这位碧玉城第一美女了 许言威原以为龙王的女人 只差和女一个 结果 最后送来的人 她根本不认识 在所有被俘者当中 洪福是最莫名其妙的一个 但是见到教头 让她非常兴奋 龙王说你没事 果然没事 洪福坚称自己与龙王毫无瓜葛 只是在寻找教头下落的过程中 有过不多的接触 别人都对此表示怀疑 上官如却相信 这名部下的忠诚 她知道洪福曾经在乡妻之国 受命引诱龙王 这种事情自然没必要说出来 和女疯了 希望龙王有所防备 龙王肯定知道 洪福表现出来的信心 更增加了几名女人的怀疑 巨王后甚至需要许言威的安慰 上官如心中却出奇的坦然 连她自己都感到意外 一直以来的纠结与幻想 突然都成为可笑的儿女情长 跟她从前的十公子身份一样 变得多余而美丽 她终于知道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也知道如何一步步达成目标 首先 她得带着这些女人 一块逃离禁区监狱 洪福的到来 为她增添了一位得力的助手 不过洪福同样功力全市 危急时刻帮不上忙 入夜时分 廉青终于带来会话 今夜三更 你们等我消息 所有的事情都敢在这一天发生 和尚刚走不久 阿州巴派人邀请上官如谈话 许言威跟着一块去 她对这名年轻的贵族军官 感到很不放心 阿州巴郑重地道歉 因为她没能遵守诺言 今晚是个机会 龙庭要有大事发生 可能接连好几天都会混乱不堪 长生法师很快就会失事 我可以救一个人出去 让她通知龙王 她的意思很清楚 希望这个人是上官如 阿州巴刚刚接到命令 要她率领一百名士兵 前往进去边缘协防 这一百名士兵 由上司指定 她无权插手 可是所有贵族军官 都有私人随从 带谁 全由自己决定 地委屈你 装着我的随从 到了近区边缘 在这机会逃跑 上官如接受了对方的好意 但她不能单独逃亡 也不能告诉她 自己另有计划 我不能走 如果你真能帮忙 带走另一个人吧 阿州巴很惊讶 顾不得许颜威就站在旁边 小声说 法师们一旦在老韩王那里失事 什么事情都能出来 这样的话 我就更不能抛掉其他人 单独逃走了 反正出去之后 只是向龙王报信 话谁都一样 阿州巴呆呆地盯着上官如 看了一会儿 身居一躬 如你所愿 两个钟之后出发 回到帐篷里 由谁跟着军官一块逃走 发生了争议 上官如的计划变数太多 相比之下 阿州巴的方案简单易行 似乎更可靠更安全 上官如力排众议 指定许颜威 我 为什么是我呀 许颜威自己都不相信 事实上 她一直置身事外 任由罗宁查和居王后争夺 上官如觉得自己 不能再随意下去了 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逃亡 需要一位当即立断的首领 而她才是最佳人选 只有她 关心在场的每一个人 还有谁比她 更适合向龙王报信 上官如的话并不完全准确 许颜威不认识洪福 对萧凤差也没有感情 但她的确无意陷害 这里的任何一个人 提议通过 或许是即将到来的逃亡 让几个女人感到紧张 或许是洪福的加入 让其他人感到势单力薄 总之上官如的首领地位 得到了默认 就连居王后也放弃争夺 对轮到自己头上的任务 没有任何反对 许颜威撞成矮小的随从 跟着阿哲巴离开营地 视野二更 上官如偷偷潜入营地 头目的帐篷 发现腰牌就放在一张小桌上 旁边还点着一盏小灯 让她更加显眼 头目则睡得憨声雷动 上官如默默地感谢了这名头目 希望今晚的事情 不至于太连累她 插一刻三更 怜情如鱼而至 显得非常急迫 可以走了 你先把师父的须名切 神功给我 她已经不想掩饰 自己的真实目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658集 廉青迫切地想要回 师父的须名切神功 上官如摇头拒绝 现在不是时候 咱们还没脱离危险 廉青瞪起眼睛 有那么一瞬 他看上去不像僧人 而是自意妄为的强盗 但他很快控制出情绪 请女师主见谅 自从师父缘继之后 咱们这就出发吧 这是一场奉命逃亡 因此前期计划非常顺利 营地里一多半士兵都被调走 剩下的看守也放松警惕 只留极少数人置岗 廉青将他们一一点学 没进行任何人 他将这样的巧合称之为运气 上官如不相信运气 那几名尼姑也要带走 啊 这怎么可以 廉青的焦躁正处于失控边缘 有什么不可以 你是出家人 难道眼睁睁看着他们留在监狱里 廉青也拗牙 就这些人 不能再多了 可他自己也多带了几个人 苦灭与另外六名和尚 加入到逃亡队伍中 他甚至做出一副 心惊胆战的样子 好像对廉青的计划一无所知 他们认得路 廉青加上一句解释 营地里的马匹不多 大部分人得共成一起 上官如毒气一马 紧紧跟随廉青与苦灭 苦灭当然认得路 很快就绕出监狱区 行出两三里之后 上官如停下 要求说明下一步计划 廉青没什么主意 苦灭笑声说 进去骑兵 大多集结在南部 所以咱们向北走 天亮的时候向东拐 绕出禁区再难行 估计傍晚就能回到龙亭 妙计 上官如点点头 不过我也有一个计划 咱们分成两波 一波向北 一波另走他路 廉青似乎无可无不可 苦灭没能掩饰出意外与不满 这怎么能行啊 太危险了 这可是龙亭进去 到处都是骑兵 只有北边才稍微安全一些 所以 你们走安全的北边 我们走不安全的方向 苦灭张口结舌 他身边的徒弟凑上来说 要不这样 你们是女人 走北边 我们找别的路 上官如不想浪费口舌 招手叫来上官红 你保护大师们 向北走 这是居王后早就下达的命令 上官红点头表示遵命 没开口 也不肯看着上官如 兄妹二人宁愿相互间不说话 上官如虽然觉得哥哥的手段有些残忍 但他的确没办法对上官红产生好感 不行不行 苦灭见自己的计划要破产 连连摇头 声音也大了起来 上官红武功一半 又是以阉人的身份被顺便抓来的 所以没资格享受小月堂的迷药 仍然保留武功 打不过武林高手 也拼不动几名士兵 对付不会武功的和尚 却很轻松 苦灭的手腕被紧紧转住 疼得他额头出汗 差点尖叫出声 金王说 让你的嘴一来 这就出发 别耽误时间了 我们也用不着保护 保护是必须的 上官红将负责监督僧人们 一直向北走出失礼以后 在没收马匹 向西追赶居王后等人 上官如要向西行走 他的目的也是小胭脂的百花营 罗宁查此前听说这个计划的时候 很高兴 没错 百花营也在禁区里 小颜知最信任我了 把我当成心腹 到他那里肯定能得到庇护 另外几名女人呼望一眼 由萧凤差毫不留情地指出真相 恐怕就是小颜知 把你交出来的吧 罗宁查一呆 仔细回想自己被绑架的经过 终于醒悟 在那之后他就一直绷着脸 暗暗筹划复仇之际 直到逃亡路已经走了一小半 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 苦灭等人被迫北行 上官如带领包括尼姑在内的十余名女人 西齿 联青自动跟来 他也没有表示反对 没走多远 队伍停下 尼姑们拿出多余的僧衣 几名女人换上 谁也舍不得将头发剪掉 只能用僧帽草草掩饰 好在天黑 破绽也不是太明显 上官如没有改变装束 他现在的身份是百花营的女官 离监狱不到十里 一行人碰到第一队巡逻起兵 只有七个人 为了防御南部的动乱 禁区的防护已经降到最低水平 上官如掏出营地头目的腰牌 镇定地声称 他是奉效胭织之命 从监狱里带几名尼姑去百花营 骑兵们没有怀疑 他们只是很意外 监狱里竟然关着尼姑 反而不敢多问 立刻放行 数里之外 第二队骑兵就没那么好骗了 带队者是一名贵族军官 隐约听说过监狱区里 关着特殊女囚的传闻 拿着腰牌左侨右望 随后开始仔细查看十余名女尼 尤其不放过连庆 尼姑群里唯一的和尚 居王后等人的伪装 眼看就要暴露 尚管如冲连青石眼色 和尚心里憋着一股劲 师父被人害死 却不能告诉自己仇人是谁 甚至将最重要的秘籍 送给陌生女子 他不敢埋怨师父 内心隐藏的强盗身份 却已蠢蠢欲动 他唯一能保证的是 自己不下死手 一会儿功夫 就将六名士兵和一名军官颠倒 为队伍增添了鸡皮坐骑 可他心中的愤懑仍未潇散 看向尚管如的目光中满是凶恶 你肯定会将神功交给我 是不是 我肯定会将你师父的秘密交给你 尚管如小心翼翼地措辞 避免以后无法兑现 凌晨时分 众人接近百花营 从这里向南眺望 能看到伙势越来越猛烈 看样子不像普通的暴乱 倒像是大规模的战争 几名女人换掉僧衣 罗宁查虽然知道小燕池出卖了自己 可却有一股蛮气 非要向这位北庭最有权势的女人问个清楚 一马当心 冲进百花营 百花营已变成真正的军营 小燕池将属于自己的万名骑兵全部调来 一千人守卫营地 九千人在南面布阵 尚未训练成型的近千名女兵 也都全副武装 战战兢兢地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战斗 从各国赶来的贵妇 则躲在各自的帐篷里求佛拜神 卫兵们大都认识迎面使来的美艳女子 知道罗宁查是小燕池宠爱的客人 却不知道她已经遭到出卖 跟在后面的全是尼姑 和尚跟女人 似乎没有威胁 于是略见拦阻就放行 小燕池已经换上戎装 神情冷峻 龙庭陷入混乱 这本是她的期待 可这场混乱的规模超出她的想象 正由时机向危机转变 看到罗宁查气势汹汹地冲进来 小燕池愣了一下 马上堆起笑容 起身迎上去 你自己逃出来了 太好了 我正准备发兵救你呢 老寒王逼我把你交出去 可她已经死了 从此在北庭再也没人能约束我 罗宁查的怒火瞬间熄灭 她原以为小燕池会否认 没想对方坦然说出真相 似乎是在道歉 对自己还很热情 她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 想了一会儿再问 你真要发兵救我 你瞧 军队我都调来了 就差一道命令 好妹妹 快告诉我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我可担心死了 罗宁查被说服了 小燕池表现出来的热情与诚恳 只起到一部分作用 她总是选择相信强者 小燕池那句从此在北庭 再也没有人能约束我 才是她露出笑容的最主要原因 说来真是惊险 是和尚跟上官儒 上官儒 小燕池没心思听罗宁查的唠叨 目光投向众人 扫过尼古语和尚 在陌生女子身上略作停留 最后看着红服 你的教头呢 红服不支声 罗宁查惊讶地动张希望 刚刚还在 上官儒还在 只不过 已经站在小燕池身后 身法之快 让年轻颇为吃惊 眼神中闪过一丝贪婪 自从龙王来过之后 小燕池不再独处 身边总跟着两名护卫 他们最先看到上官儒 立刻出手毫不留情 上官儒接受的功力 只能用上一两成 但这足够她 使出暗像浮影和七转七窍定心值 穆老头传授的轻功于点穴术 更适合这种不杀人的战斗 就在小燕池转身的过程中 众人的惊呼声尚未消散 两名护卫已经将力当场 脸色通红 他们不仅被一个女人打败 还令主人处于危险之中 小燕池披了一眼无能的护卫 脸上笑容依旧 拍手赞道 好伸手 可惜北厅没有上官教头这样的奇女子 怪不得龙王对你另眼相看 为了救你 甚至刺杀了老韩王 龙王杀了老韩王 几名女子同时发出叫声 小燕池却只看着上官儒 是我把龙王带进王宫的 并且承诺天亮之前 把你的消息带给她 现在好了 我可以把你本人交给她 居王后 杜意高涨 上前一步说 龙王在哪 我是她的王后 小燕池转身看着她 露出明显的惊讶 我就说这位世间罕见的贵人是谁 草原上可没有这样的人物 你此前拒绝我的邀请 不知道我有多遗憾 是龙王 居王后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男人嘛 总是把最好的东西藏起来 不能怨她自私 小燕池几招之间 取得三名女人的好感 萧凤差暗自探服 许阳威如果在这里 会将她当成神一样崇拜 我听说龙王跟她的护卫 一块又去扇了夸日王 现在不知道躲在哪里 也不知道谁是下一个倒霉蛋 龙王跟何女在一起 上官儒惊讶万分 龙王应该不会被蒙骗才对 应该是 她现在可是大开杀戒 把你的军队借给我 一千人就行 你知道龙王在哪 上官儒不回答 一刻钟之后 她率领千名骑兵出发 奔向香吉之国的营地 她猜测龙王最后 可能会回到这里 而且 无论如何 她都要先将自己的女兵救出来 她赶到的乘巧 远远望见龙王与何女 在火焰上拼杀 同时衰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659集 坠落于火焰 苏醒自寒冰 当顾身为睁开双眼时 感觉到从里到外的病冷 类似于走火入魔的症状 却没有万针传刺的痛苦 耳边传来木老头夸夸其谈的声音 你们都得感谢我 要不是我及时装进去 你们这时候 就一人捧一把骨灰 回家哭去吧 随后 她真的听到隐隐的哭泣声 她坐起来 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连体内的寒意都给盖过了 她低下头 看到裸露的左胸抱着厚厚的绷带 身上又多了一道伤痕 她呢 这是顾身为的第一个问题 也是最关心的问题 木老头还没有来得及表示惊喜 愣了一会儿 你说和女 不知道 反正没捡着尸体 估计是被韩芬那个疯娘们给带走了吧 现场都是火 我只能救人 管不了别的 我要见小燕之 这是顾身为的第二句话 她得趁乱收取龙亭的残余势力 小燕之是最重要的助力之一 龙帆云上前一步 军事已经去了 她说龙王尽可放心 方文是了解龙王的战略 由他去见小燕之 应该不会出错 可顾身为还是放不下心来 混乱既是机会 同样也充满了变数 一步走错 都可能由猎人变为猎物 居王后失忆 木老头 龙帆云 红福 和正在哭泣的许颜威 退出帐篷 留下夫妻二人独处 他们近一年来甚少见面 顾身为看着她 感觉极为陌生 甚至想不起她的名字 很抱歉 连累到你 居王后笑了笑 这一声道歉表明 他们终究是隔阂的夫妻 这个男人不可能 对她产生感情 而她 只想牢牢抓住自己的名分 石国居士风雨飘零 她所能用以自救的 只有王后这两个字 她明白自己的地位 天下大乱 谁也不能躲过 我很高兴能在这种时候 留在你身边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居王后开始讲述局势进展 龙亭已经化为灰烬 各方势力仍在废墟中混战不休 你的平安无事 让龙军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 红福和龙帆云 会分别向小颜知 托赛通报情况 他们正等着你的消息 托赛 顾身为知道这是日影王的儿子 从前忠于跨日王 却不明白他怎么会关心自己的状况 日影王已经死了 他宣布自己继承王位 掌握着一万多名骑兵 据说边境的军队正在赶回 最终他可能拥有十万人以上 在北庭举足轻重 军师和小颜知都认为 他是眼下最重要的盟友 事实上 整个龙廷都在关注你的消息 跨日王什么都没留下 他的残部并入托赛军中 日主王几乎全军覆没 但他的将军褶素带着部分军队 逃向西方乃行足地盘 早晚会卷土重来 他派人送来一封信 说是感谢你照顾他的儿子黎曼 大日王全家向东逃亡 据说是被金鹏杀手保护着 去投奔他的某个儿子 剩下的几个王爷 有逃掉的 也有留下来争夺捍卫的 深日王如今势力最大 他也没有占据绝对优势 我睡了多久 顾绳伟感到惊讶 他觉得自己与和女的决斗 就是刚才的事情 不至于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三天两夜 顾绳伟跳下床塔 牵动伤口 让他的身体显得有些僵硬 他错过了太多时间 必须马上追回来 居王后帮他穿上衣裳 进一名妻子的义务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龙庭混战开手不严 我们几个想办法逃出来的 居王后顿了顿 觉得没有必要隐瞒 于是加上一句 上官教头出力不少 郭声为什么也没说 抓起桌上的刀剑走出帐篷 四十余名卫兵守在外面 这是一群沉默的大雪山剑客 自从龙王受伤 几乎寸步未离帐篷左右 如今见到他 却没有任何表示 还跟平时一样 派好队列 护送龙王前往主帐 这是一座建在荒野中的混合军营 一半是香气之国的女兵 另一半是小胭脂的骑兵 共有两千余人 规模不大 防守的却很严密 士兵们见到龙王 都向他躬身之意 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 当顾声为走出主帐门口 面向众人站立时 营地里突然响起欢呼声 防温士匆匆跑来 脸上喜笑颜看 张开双臂 似乎要给龙王一个大大的拥抱 离他还有三步的时候 却放下胳膊 擦在额上的汗 太巧了 我这几天都在外面跑 今天第一次回来 没到营地门口 就听说龙王苏醒的大好消息 军师报告的形势 与居王后差不多 只是更详细一些 顾声为昏睡的这段时间里 龙庭的势力对比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 前前后后总共有四位王爷 宣称自己控制了都城 并自封为韩王 用不上半天 就会被另一股势力撵走 最终各方达成默契 谁也不派兵 进入那片废墟 此时此刻 距离代表了实力 圣日王的营地 紧挨废墟南部 托在与另一位王爷 驻兵在东西两边 十多里以外 再往外五十里 再是其他王爷的残部 至于小燕汁和龙军 兵力太少 只能在百里以外安营 隔山观火 不过龙亭此时最强大的力量 不是各位王爷 而是老韩王留下的十万进士军 他们占据了王宫 那里是龙亭仅存的一部分 将领们声称 真凶落网之前 拒绝承认任何人继位 真凶 方文师他来口气 这是龙亭的混乱根源 关于老韩王怎么死的 众说纷纭 每位王爷都有嫌疑 就连进士军也不例外 许多人说他们是贼喊猪贼 还有人说 还有人说我是刺客 方文师苦笑着点点头 传说神乎其神 说你在十里之外 击出一柄小剑 一路飞进帐篷 杀死了老韩王 不过这样也好 信的人反而不多 军师盯着龙王 显然心里还有一丝疑惑 老韩王不是我杀的 主杖里空空荡荡 顾神为却忍不住 左右看了看 身后已经没有了保护者 他又得完全依赖 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保证安全 是小月汤 顾神为简单介绍了 何女的计划与所作所为 方文师听得目瞪口呆 这 这完全莫名其妙嘛 何女跟男人有什么 深仇大恨 还是 他疑惑地看了龙王一眼 没有继续猜下去 这么说来 圣日王实际上是 小月潭的傀儡 怪不得 他的实力并非最强 可每次打仗都能险胜 对手的主要将领 不是暴毙 就是突然背叛 原来是那群疯女人 在背后告鬼 何女出现过吗 没有 倒是有一种说法 声称老韩王是被几名 女妖害死的 没几个人当回事 没想到这才是真相 龙婷竟然毁在一群女人手中 方文师连连摇头 突然间语气变得极为坚定 所以说 女人是祸水 离得越远越好 顾神为知道军事 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从见面的第一句话开始 方文师就在表达这个含义 龙婷 我一直劝你 不要感情用事 自己做的却非常不好 可我现在解脱了 真的 对天发誓 我对任何女人 方文师一时间 想不出合适的表达 重新见到居王后 从前的痴迷 已经茫然无存 她的青春 爱情来得晚 去得却快 回想当初种种 恍如隔世 好像完全是 另一个人的记忆 她现在只在意一件事 龙王的态度 我相信你 顾神为迅速结束这段谈话 避免双方的尴尬 方文师长出一口气 心中暗自向龙王效忠 脸上却深色不动 她是谋士 是军士 可不能像莽撞少年一样 将忠诚挂在嘴上 小元之是女人 所以也不可靠 她只想借助龙王的力量 前往西域去见那个多顿王子 过河拆桥这种事 她做得出来 先让咱们一起走到河边吧 顾神为身为外人 想在北亭立文脚跟 甚至分得一杯羹 必须与草原贵族结盟 托赛是怎么回事 哎 还是女人 托赛被那个罗宁查迷入了 为了她 什么都肯做 连替父亲报仇 都忘在脑后 一位没有前途的新王 唯一的价值就是 韩王子孙的名头和麾下的军队 恐怕走不到河边 咱们就得分斗扬镳 事态比顾神为的想象的 要好一些 就算他从未昏睡 大概也就做到这种程度了 相机之国帮了大忙 方文氏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尤其是上官教头 龙王没醒的时候 小元只想要解除联盟 却是他从中周旋 保证龙军的安全 选了这处营地 还从小元只那里 戒兵一千 驻扎在这里 他在哪儿 他一直留在小元只身边 说实话 这是我相信小元只的唯一原因 方文氏忽略了上官儒 也是一个女人 而他自己对此毫无察觉 在此之前 他却一直劝告龙王 远离独不王的女儿 顾神为略感惊讶 军师对上官儒表现出 非同一般的敬意 这既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慕 也不是地位悬殊者之间的尊崇 倒像是一种惺惺相惜 好像上官儒是一位 鹤立鸡群的首领 很好 国神为掌握的信息足够了 许多人都对老韩王 留下的信使君感兴趣吧 方文氏正宗的点点头 所有势力 都在争取着十万骑兵的支持 事实上 近使君有实力决定 谁能成为新韩王 那咱们也得加入进去 十万骑士君 不仅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还是北庭尽快恢复稳定的根基 小月堂是不会让他们 尽情发挥作用的 顾神为清楚记得 自己在和女身上击中一场 即使没杀死她 也会要她半条命 顾神为希望自己 醒在和女前面 在下一轮决斗之前 她要先见一见 真正的小月堂堂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死人经》 作者 《兵临神夏》 演播全勇 第六百六十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韩无先养成了 梳理长发的习惯 而且一输就是半天 全神贯注 乐在其中 好像这是世上 唯一值得做的事情 穆老头觉得 这是一幅很美的景象 但看多了也有点烦 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忽视 严格来说 比忽视还要糟糕 是完全当他不存在 穆老头希望能唤起 韩无先的注意 失败之后 只好直接开口 见你一面可不容易啊 要不是龙王苏醒 那帮家伙似乎不肯放我进来 其实以咱们两个的关系 他们要是知道 肯定嫉妒死 韩无先好像刚发现 帐篷里还有一名活人 慢慢扭头 脸上浮现若有若无的笑容 跟穆老头的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他那颗很少受到刺激的心 开始加速跳动 你是谁 我 穆老头啊 三天前咱们不是见过一面吗 是吗 穆老头 好像很熟的名字 很熟 咱们熟的不能再熟了 就是因为当初和你用力过度 我后半生对女人都不感兴趣了 韩无先的笑容多了一些 似乎终于想起了往事 我为什么没杀死你 我逃走了 穆老头很是得意 在小月堂睡过女人 又能成功逃走的男人 我是古往进来唯一一个 韩无先捧着长发 外头打量着穆老头 你从前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想起来了 穆老头兴奋地走向美丽的女人 那时我个头比现在高 相貌也比现在英俊 练了七传大皇宫 就成了这个样子 不过没关系 我有一个想法 你不也受伤了吗 吃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丹药 脚脖子上还穿着铁链 干脆 你也连七传大皇宫吧 你来治病保命 而来跟我搭配 个子还怕什么呀 让其他人都跪在地上 咱们就是高个子了 是个好主意 可七传名要已经不在我手里 都在这儿呢 穆老头拍拍自己的心口 一想到韩无先也会变成跟自己一样 他高兴得几乎要叫出声来 他的确叫了一声 却不是高兴 而是疼痛 韩无相毫无预兆地出手了 武器是他的一根长发 脸上的笑容依然勾魂射破 让人觉得 不被他击中 反而很失礼 穆老头失礼地跳出七步以外 落地之后捂着脖子 骇然失色 他差点被一根头发勒死 还好他反应得快 立刻出招攻击韩无先要害 逼他收手自保 饶是如此 脖子上仍留下一道细细的勒痕 慢慢渗出血丝 他记得韩无先擅长秘术 武功可没这么厉害 看样子 自己当初对小月堂功法的改造 还挺成功 我明白 由爱转恨的道理 可你转得也太过分了吧 我的脖子就是一个 韩无先仔细地将断成两节的长发 摆在身边 扭头又开始用手指竖立长发 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他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无辜 好一会儿才说 你让我很丢脸 不是我想长成这样的 穆老头很气愤 现在的他坚决反对一貌取人的行为 是你交给我七转大皇宫 还不告诉我后果 跟这无关 跟我睡过的男人 只有你逃出小月堂 这让我在姐妹中很丢脸 我非得死给你看啊 太晚了一点 不过亡羊补牢 终归有点帮助 木老头看着韩无先 裙下露出的细铁链 就是他令这个恐怖的女人 无法移动 韩无先 省省吧 别的男人会被你迷惑 死得兴高采烈 稀里糊涂 我可是穆老头 你那点雕虫小技对我没用 其实啊 你也不用觉得太丢脸 小月堂跟我睡过的女人 不止你一个 好几次我们就在你的床上行事 我知道 韩无先像抱着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捧着自己的长发 脸上笑意更浓了一些 有几个人还生了孩子 木老头感到一种遭到利用的耻辱 疯子 孩子呢 是不是都被你弄死了 我以为你的孩子会优良一些 结果我错了 他们都被淘汰了 可能我让你修炼七转大皇宫太早了一些 他们继承的是你现在的模样 想激怒我可没那么容易 老头心无挂碍 郭盛文就是这个时候走进来的 看到韩无先捧着长发 木老头像一头想要进宫 却有胆怯的小兽 没露凶光 屏息宁气 小心 他会用头发杀人 木老头提醒道 走到门口又加上一句 别被外表骗了 这是一只老妖怪 不比我年轻 木老头离开帐篷 寻思着自己创立的七转七窍定心指 能不能克制现在的韩无先 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韩无先打量着陌生的年轻人 你是龙王 顾声为点点头 咱们曾经见过面 很久以前 你跟和女当初都为雪娘做事 韩无先还记得她 就是那一天的行为 让她最终得到梦寐以求的舞蹈神功 掩埋下和女这个日后最大的隐患 怀旧到此结束 顾身为费尽心机 将这位小业堂堂主救出来 目的不是这个 把你杀了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和女吃了凝血定脑丸 韩无先的血液是解药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 那样的话 和女最多还能活三五年 足够她杀许多人 许多龙王或许会在乎的人 韩无先胸有成竹 看来你有更好的选择 那要看你相信我到什么程度 我一点也不相信你 只知道你与和女是敌人 所以咱们可以联手对付她 啊 和女 她可是我小业堂 多少年来最杰出的弟子 清出于兰 比我这个堂主还要厉害 真舍不得杀掉她呢 顾身为等着她的下一句话 或许是习惯了小言之这样的草原女子 她不太喜欢眼前的小业堂堂主 觉得她说话不够直接 而且永远也没法确定 她的话中是否另有含义 她得时刻提醒自己 这是一个表面正常的疯子 如果你肯把她交到我的手里 任我处置 咱们就可以联手 韩无先的声音跟她的笑容一样 虚无缥缈 如在梦中 即使是在进行一场 斤斤计较的谈判时 也不例外 顾身为摇头拒绝 我不想留下后患 我能把你救出来 或许也有人能把她救出来 如果我保证 他们救出去的只是一个 会呼吸的废物呢 那也不行 贺女已经取得许多人的效忠 打着她的旗号 敌人会团结一致 韩无先发出清脆的 如少女般的笑声 龙王还真是金鹏宝 训练出来的杀手 而且 你也爱着她吧 这就是女人带来的麻烦之一 郭身为有点同意军事的看法 无论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回答 韩无先都会想到情爱上去 他与小颜知 性格截然相反 在这一点上 却出奇的相似 韩无先不肯放过这个有趣的话题 龙王不吱声 他就自己说下去 你宁肯杀死他 也不想让他在我的手里受折磨 很好 你知道贺女的最终计划吗 他想让天下大乱 男人互相残杀 做生无忌之后 有女人掌管世界 而他会一直隐藏在幕后 韩无先笑了 不是他一直挂在脸上的神秘微笑 而是放肆的仰天大笑 比喝醉的北京男人还要张狂 显出明确无疑的疯狂迹象 如果穆老头看到这样的场景 心中的美好记忆会一扫而空 笑声咒指 韩无先低头爱抚自己的长发 好像已经忘了刚才说过什么 好一会儿才抬起头 贺女很骄傲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骄傲的人 你是说他另有计划 那称不上计划吧 所谓让男人自相残杀 不过是一种口号 贺女掌权之后 收罗了许多怀有仇恨的女人 当然 仇恨的对象都是男人 仇恨与疯狂 这是金崩宝和小跃堂 训练弟子的两种手段 贺女想将他们融合在一起 就必须向新弟子们 灌输一种强大的信念 杀死男人就是信念 这里面既有复仇也有疯狂 贺女是不是很聪明 这跟她的骄傲有什么关系 她在模仿一个轻视她的男人 还要超过她 这就是她的骄傲 乌生为从没觉得自己轻视过贺女 反倒是她 从见面那一刻起 就抱有敌意 直到很久之后 才稍稍化解 韩无先显然是个疯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话 就全都是错的 转念之间 郭生为明白了 所谓轻视的含义 她有讨好女人的本事与经历 全都用在了上官如 与罗宁茶身上 那本是她自保与复仇的手段 贺女应该看得很明白才对 可她感受到的竟然只是轻视 郭生为禁止自己再想下去 知彼知己也是一回事 完全站在另一方的角度 考虑问题 却是危险的 那会让她变得软弱和优柔寡断 聪明也好 骄傲也罢 她都是我的敌人 由爱转恨 韩无先想起 穆老头刚刚用过的字 我喜欢 好吧 我同意联手 我会告诉你和女的致命弱点 只有一个要求 当你杀死她的时候 我要再尝 你会如愿的 待会儿我会让人把提帘取出来 顾神文已经走到门口 掀起帘子 身后的韩无先突然十分肯定地说道 记住 我比穆老头年轻得多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